为在蓝宇东南方的无人岛小蓝宇 昨天傍晚6点多发生火警 由于是有点距离 再加上无人岛没有人居住 蓝宇消防分队无法救援 只能隔岸关火来控制火势 来画面上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火势猛烈不断的燃烧 整座小岛出现了红色的火光 而这过程全部被蓝宇民众拍了下来 还好我是在晚上8点半自行洗面 根据消防队表示 蓝宇居民有前往无人岛焚烧杂草的习俗 主要是让干枯的旧草燃烧之后 新长出来的草可以提供给岛上的羊群食用 也因为小蓝宇并没有助人 所以并没有安全上的疑虑 蓝宇左 右车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